各位好,准备平安 我是登印山牧师 神实在是很爱我们 祂给我们预备家庭 我们看过了做妻子的那个岗位和责任 我们先看看做丈夫的那个责任 一般经文的版面排列 如果经文越长的话呢 你要把它排列起来的话 可能那个难度就多一点了 更加要用心 做丈夫的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读这个妻子的这个岗位的时候呢 神对妻子就有一个要求 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么神对丈夫的要求有多少呢 如果对妻子有一个要求 对丈夫有十八个要求 那就不公平吧 那我们看这段经文 到底神对做丈夫的有什么要求 经文版面 如果是打横排也好 打字排也好 一段段的话呢 你这样看起来的话 你要真是很用心 你要用纸用笔来做笔记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要看清楚 如果不小心看的话呢 有很多人就看圣经 看selective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叫她毫无皱纹 不是 读圣经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把你所要看的字 把它抽出来 不看上文下文 不是的 好你们做丈夫的 你们做丈夫的这里下来 没有平排 为什么呢 因为以弗所述第五章二十五节 一直到三十节这里 只是讲到做丈夫的那个岗位和责任 有的经文在这里 你们做丈夫的在这里 那么好 我们讲过神对妻子有一个责任 只要一个要求 要妻子的责任就一个 要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对丈夫呢 神对丈夫的要求是 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里爱 下面这里没有平排 因为神对丈夫也只有一个要求 在读圣经文里面 要丈夫爱自己的妻子 那么有关讲到这个爱妻子的事 讲了两方面 就好像我们看着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讲了三方面有关做这个 顺服自己的丈夫的事情 那么这里呢 丈夫爱妻子 神也讲了两件事 一件事要爱你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好了 做丈夫你要做什么 你要爱你的妻子 怎么爱法 好像基督爱教会 怎么爱法 好像爱你自己的生子一样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 怎么爱法 好像基督爱教会 好像你爱你自己的生子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基督为我们死之后 今天基督耶稣基督在教会 在我们身上继续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经成为圣洁 基督为我们追死 完成救恩之后 教我们信耶稣 信了耶稣基督 今天主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身上做的事工 就是不断的教教会 能够被成长 找长进 能够用水借着道 圣灵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不断的saintify 我们信主之后 justify 称义 称义之后 成圣 成圣我们现在过成圣的道路 今天主耶稣基督不断的教会 在这个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丈夫的也有责任 如何在你爱你妻子的过程的里面 你愿意为他设计 很好 感谢主 希望你愿意 希望真是神的爱 真是能够这样的教官我们 但是同时 我们每天与妻子同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愿意真是帮助妻子 能够叫他能够成圣 在属灵的事情上 带领他 带领他过成生的生活 这是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还有 神今天也不断的准备着教会 叫教会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沾污 作文等力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 你看 这里涉及只有两件事情 今天神在准备着教会 有一天 教会建筑的时候 是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沾污 玷污 作文等力的病 是圣洁的 今天做丈夫的也求主帮助我们 也准备妻子 一同行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在地上收定道路的时候 一同成长 能够成为主可以使用的 一个夫妇 成为多人的福气 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 顾喜 Nourish and Cherish Nourish and Cherish 这个保养不是维修啊 不是你的妻子没有油 没有水就加油加水 这个是保养 是 Cherish Nourish 在苏令的供养上 这顾喜 Cherish 你很珍惜它 珍惜它 是神给你的一个宝贝 非常宝贵的 一个苏令生命 神把妻子 赐给你 赐给我 好的 正像基督 带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 它身上的肢体 因为它是 我们身上的肢体 求助帮助我们 你经文 如果是这样子排的话呢 这样子版面排的话呢 你读起来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很仔细 那如果你有机会 参考这本圣经 分析排版本圣经的话 基本上 我都把你排好 那你看起来的时候 会清楚很多 当然最好是 你自己去排列 把新闻排列 好好的读圣经 读神的话 那这本圣经 可以作为你的 一个参考 愿神赐福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透过电邮电话 和我们来联系 还有我们的那个网页 愿神大大的赐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